我今天去了一個很多菲律賓姐姐和印尼姐姐去的商場 有一間很小的金舖 大概是20-30呎 它有賣十百基金和千足金的首飾 我相信很多姐姐都很光顧 它的買出和買入價就是欠了4340元 很多人買金只會付錢 它就沒有去想買出買入價究竟是什麼 這間金行是自由定義的 買入多少 因為它是視乎它自己的成本 它的地點 它的營銷策略 它打算博利多銷 技術高超 它可以的抹價少些 這間豆芸的金舖仔 你以為是否會便宜一點 如果你懂得看它計算金價的方法 它是未必便宜的 每天金銀貿易場就會出一個牌架 其實買出 你要賣多少錢 你要加多少底 每一兩就是你自己決定 而買入就是你收金 收金你喜歡可以收便宜一點 別人照給你收你就收 當你買金的時候 它可能會計算手工 或者不知什麼勇 當你收金的時候 又會扣你火號 又會計算勇 這些其實最好都是 你真真正正拿一件東西 去收的時候 就問這件東西 究竟收多少錢 拿袋拿袋是會有多少錢呢 那個價錢才是實在的 當你去買金 其實也是 找到一個差不多大家都有這個款 那你就看看金價 除了金價計算出來幾重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副價 收你手工 有些是要比手工多些的 好像龍鳳鴨那些做工不便宜的 那些都當然可以價格 那些只要是款得這間有 或者是獨家的 或是買了Loyalty 如果沒辦法 那你也喜歡那件 那個貴也要買 對吧